您这形象真棒 是吗 您好 您好 咱们北京人好 真棒 谢谢 祝你们工作顺利 好 谢谢您 多拍点美景 主要是多拍咱们这老北京人 健康快乐的生活 行 行 行 大爷您今年 我今年七十 七十啊 那您这身体可够棒的 一般的 谢谢 谢谢您 我一看您年轻时候 您是年轻时候 您卖过大力 没问题 是啊 您年轻时候您是做什么的 我原来是守刚的 哎呦 所以来讲 体劳动比较强 知名国企 哎 现在也不行了 哦 现在 是啊 现在就是往高科技发展 往外省市 搬了 河北省千安县 是 河北省 草飞店 那时候发展去了 是 所以来讲呢 腾出鸟笼子来了 哦 好 只有养了好鸟了 嗯 都是咱们上那边看看去 是 兴生那好 嗯 那家的可好了 是建设 那建设的话 跳水打他 来 啊 还好是群冰湖 哎呀真不错 是 景色也也也好 哈哈哈哈 大爷 嗯 那您年轻 您在手缸里 您是做什么的 嗯 我在手缸的一个附属厂子 嗯 是做 给 给那个冶金灰啊 提供那个石灰 哦提供石灰 是 所以来讲呢 这个一步一步走来 截至到现在已经五十五年了 哎呦您功名是 哦 那当时您进场的时候您能 十七 十七岁 那您是上班了后 十七岁 就工作了 哦工作了 十七岁工作 嗯 那您当时您能挣多少钱 当时 哎 咱们跟您讲 嗯 比现在 嗯 可能是也不少 嗯 一个月下来 咱看天算 嗯 一天一毛三分三离三 合到一个月 嗯 是三十四块钱 哎呦那不少啊 当时是 确实 嗯 这就算不少咱了 嗯 再往上点呢 是 三十九 哦 四十二 这年 四十七 五十四 六十三 老师傅才给八十多块钱 是啊 那八级工 哦是八级工 当时来讲 这个工作是不是属于有毒有害呀 嗯 属于特重体劳动 不是有毒有害 嗯 石灰的是钙质 啊 它是属于是有 特重体劳 因为他老得跟石灰打交道 是 石灰石 嗯 所以来讲呢 是这种情况 那也算是特殊的体劳 那是不是就可以提前退休啊 要不呢 嗯 五十五退休 哦 五十五退休 提前五年 哦 嗯 那那您当时几几年 退的休吗 我是一二零零七 哎呦 咱们召开 嗯 奥运会前一年 哦 嗯 那真棒 那您这二次退了休 直接就能看一奥运会 没问题 没问题 是 大爷 那您当时退休 您能拿多少钱呢 一千六百块钱 哦 是 是 那会儿一千六百块钱算高大 是 是 现在来讲涨到五千多点 那还行 那还可以 反正是随着社会的进步 工资再调整 是 所以想咱们也心满意足 没错 哈哈哈哈 您真棒 您都是为咱国家做出国贡献的人 应该的 应该的 我那份也得多工资 是 是 咱们来讲都热咱们国家 热咱们的党 没错 大爷 您这一席话真是让我们肃然起敬 哈哈哈哈 真棒 真棒 是啊 哎呀 亮盆盘来了 哦 嘿 今天一百年那个吧 不是不是 一百年我差二年 差了二年 我差一点 拿不了 嗯 再过几年肯定是 嗯 这个 是荣誉 是 也是奋斗目标 嗯 是 嗯 大爷您您真棒 我们真是给您点赞 是 我给你们也点赞 辛苦了 小兄弟们 谢谢您支持 谢谢您支持 好嘞好嘞好嘞 好好好 谢谢大爷大妈 咱们 北京城再见 好 北京城再见 首歌园再见 首歌园再见 再上圆模园 咱上北京园再见 真地道 好 好 好 再见大爷大妈 好 点赞啊 好 谢谢 拜拜 拜拜